嗨,大家好,我是Josie, I'm a social worker and a spiritual counselor 我是一个社工和灵性咨询师 今天开始我们的46集 我想要分享的是同理心是什么呢? 其实同理心在所有的灵性工作 或者是助人工作当中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包括对于医护人员,社工,宗教人士 或者是在心理咨询的领域 同理心也被称为一种专业的最基本的技能 那在,因为我自己是社工嘛,所以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那其实在专业上来说呢 很多人都会知道说同理心就是被理解成为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 或者是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角色 或者是他人的位置上面 用一种将心比心的态度去感受对方的感觉 那虽然说普遍来说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同理心的道理 那要让自己成长为同理心 其实它真的非常不容易 就比如说我好了 就是当我在遇到来向我寻求帮助的人的时候 当我听到他们的生活中感到迷茫 对压力无助等等 特别是当我遇到年龄和我相仿的人 我一方面呢也非常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但是同时因为我经历过同样的经历 因为我跟他们生长在同样的一个社会环境 或同样的一个世代 我知道现实的困难度 我知道很多很多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在当下 就算我是一个聆听者的角色 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专家的角色 我还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因为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相类似的经历 因为你可以体会到对方的难处 然后让自己左右为难 就是虽然说你 就是一方面你希望他可以 你可以给他一点点帮助 但同时因为你了解 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下 你会发现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也好 还是你给的所有的安慰也好 对对方来说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用 那其实在这一个当下 我的心和对方的心产生了一种共鸣 是一种情绪上的共振 那当面对到客户的时候 我内心有时候也会煎熬到 就是不知道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对待对方 那这种煎熬 其实是反映了 就是我的内在对对方的痛苦有所感应 也就是说真正的同理心 其实是这个 就是在一种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瞬间 我体验到的其实就是一种同理心 那我想说的是同理心并不是一种帮助人的技巧 或者是一种技术 那许多常见的同理心的训练课程 会用一种公式来表达同理心 这也是我自己在社工训练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心灵咨询的这个训练当中 我们有用一种公式来训练同理心 就比如说当一个客户来找到我 然后他会会有一些比较沮丧的问题 或者是他有一些抑郁症之类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能会被训练到说 那你如果没有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当然会觉得沮丧啊 或者是也可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说 你会因为觉得沮丧是因为你的负面情绪一直在不断的扩展 那其实当我们在说这些所谓的同理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们是缺乏了对对方的处境设身 就是对他的处境感到一种感应 那我们也没有进入到对方的内在世界 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当我们把这些话告诉对方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产生到一种慰藉的效果 我们的所有话虽然听上去就是很好的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走到对方心里 然后对方也不会被这样的话打动 所以我认为啦 同理心是一种对人的基本关怀 它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技巧 它给我们的提示是我们的初心到底应该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其实美国有学者说就是一种共鸣 其实就可以说明同理心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也不是说即使你感受到这个客户的痛苦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另外一个客户的痛苦 其实它同理心形成的当下是我们和别人的痛苦产生一种共鸣 那我们的心开始有一点解冻 感受到自己的痛苦 那这个过程要求我们完全的与对方同在 然后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自己 当我们和客户或者是和对方双方都在打开自己的情绪 或打开自己心门的时候 才有可能舍身处地的感受得到他所经历的东西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 所以同理心是什么 同理心不是一种技巧 或者是不是你坐在这里就说我了解 你应该会非常难受 同理心是一种我们和对方的这种痛苦 或者是我们和对方的情绪产生感应 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应到的情绪产生到的一种共鸣 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痛苦 在当下因为和对方产生共鸣而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它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种技巧 那下一次可以再继续分享一下 在同理心发生的当下 我们可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扩展我们 或者是让我们更具有同理心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